四哥 玉童他还好吧 他已经没什么事了 但是 他 他只是一时想不开 他是个聪明人 想通就没事了 但愿如此 你要不要看看他 不用 怎么了 四哥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说了不好 可是不说又怕你会误会 你说了会影响别人 那就我不要说了 四哥 我只要知道你在我身边就好 其他都不重要 四哥 我作为你丈夫 我绝对信任你 我只要知道我的妻子幸福快乐 就好了 我看你猜不是什么信不信任我呢 你是根本懒得知道吧 是不是我怎么样你都无所谓啊 傻瓜 你总是让我对你无话可说 我 满怀心腹事 尽在不言中 皇上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母后吉祥 平身吧 谢母后 你们都下去吧 扎 不知太后对皇儿有何吩咐 皇儿刚从杭州回来 本该让皇儿好好休息一下 只是本宫听闻 皇儿这次杭州之行 发生了很多意外 所以急需知道 内情究竟如何 有劳太后费心 有劳太后费心 这只是一个小意外 托太后红福 皇儿已经平安归来了 只是一个小意外吗 本宫听闻 好像皇上 在六合塔和红花会的人见了一面 回禀太后 此事皇儿无意隐瞒 一来皇儿今儿才回京 还来不及向太后戏兵 二来皇儿也怕惹太后为皇儿担惊 请太后恕罪 这些大胆反贼 没有对皇儿无礼吧 实在想不到 这群反贼简直无法无天 竟然胆大包天挟持阵 简直目无皇法 岂有此理 反贼将华多端 让皇上受惊 以后要多加谨慎 太后放心 皇儿绝不会再让反贼有机可乘 他们要侠皇上必有所图 他们没有跟你说其他话 反贼简直异想天开 他们挟持阵 要朕与他们定下丞下之王 要朕善待汉民百姓 他们就说了这些 不敢隐瞎太后 他们以为有那个秘密 就可以挟持朕 要朕背弃大清江山祖宗 去做他们汉人的皇帝 真是混账 这么说皇上是不会答应他们的了 太后 皇上一心向着大清绝无意志 哪会跟他们真的合作 绝对不会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是吗 这就奇怪了 红花会的人 好不容易引得皇上掉进他们圈套 怎么会如此轻易把休呢 皇儿当时性命受制 暗以行事 指得虚语尾蛇 给他们来个缓兵之计罢了 所以说 皇上表面上是答应了他们 在暗地里 皇上效法汉高祖 当年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固执 暂时把他们稳住了 等待机会 再一举把他们见面 一喜六合塔之辱 皇上果然好手段 皇儿 这些日子 本宫见你忙于国事 怕你忙坏了身子 这样吧 为了避免皇儿操劳过度 本宫就安排八大亲王 鄂尔泰 替你负政分忧 朝中的一切 繁琐政务 就让他们替皇上处理 这样皇上就可以专心致志 对付红花会反贼 皇儿 皇儿 你要用心体会啊 那一切谨遵太后一致 那一切谨遵太后一致 一切谨遵太后一致 皇上都快二更天了 您还不歇息啊 您还不歇息啊 皇上 请恕臣妾多言 皇上自己跟自己对弈 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白白花费了心神 你看 不是左手的黑子圣了 就是右手的白子圣了 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皇后你错了 这棋局不论是黑子圣 或是白子圣 说起来 朕都是有败无赦 这就叫做左右为难 朕的左手在下棋 右手也在下棋 说起来 但是啊 并不是朕在下棋 皇上 你是因为太后 安排八王府政的事 觉得不悦 是不是觉得受制于人呢 朕身为一国之君 却处处受制于人 无法自主 皇后说朕下这刀棋 毫无趣味 难道朕当这个皇帝 就有趣味 皇上 其实太后 只是怕皇上太劳累了而已 算了吧 看眼前这招棋 朕已经别无机会选择 现在只有安分规矩 照太后的意思去做 那么 纵然输掉眼前这招棋 也许 可以另开新局 杀出生机 杀出生机 那皇上的意思是 这招棋 太后对六合塔之事已有所闻 你要知道 朕这个太后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他已经起了疑心 已经开始钳制朕的各种部署 他安排了八王辅政 此举用意明显 就是要对朕施加压力 要逼迫朕全力围剿红花卉 不过你大可放心 太后走了这一步 只会弄巧成拙 更加坚定了 大哥与你们合作的决心 大哥 你也请放心 我已经说服红花卉众弟兄 全力支持大哥 只要你我兄弟同心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大哥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兄弟都任凭大哥差遣 祝你全力对付太后 有你做大哥的后盾 大哥就安心了 将来我们的大事也合仇不成 只是目前的局势实在不宜轻举妄动 毕竟柳和大医师 你们的锋芒太弱 若在此时有所异动 无疑是火上浇油 对大事会更加不妙 那大哥的意思是 暂时隐忍收敛 待封神过去再伺机而动 有道理 一切就照大哥的意思办 小陆啊 朕到了现在方才明白 朕自晓在皇宫所受到的亲情 是怎么一回事 朕不过是满人的一个傀儡 一旦到了锦瑶关头 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牺牲朕 怎么能跟同脉相连比 太后这次安排 只会让大哥更加清楚地明白 大哥只要明白就好 你 甲鲁 你知道吗 大哥第一次见到你 便有一股难以言喻的亲切 直到朕肯定了你 你是大哥血脉相连的兄弟 着实让大哥以你这个兄弟为荣 更加我庆幸的是 老天有眼 在我有生之年 让我重新找回了你这个兄弟 甲鲁何尝不是如此 只可惜爹娘看不到这一天 别难过 只要我们两兄弟同行协力 共谋千秋民族大业 也不算让二老失望 告贵了他们在天之灵 大哥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要成就千秋大业 也不能单靠匹夫之勇 力朝使成可见 也不能单单诉诸于一场流泄政变 否则纵使成功 根基一难打稳 我打算趁自己高居皇位之日 尽量树立自己的声望 甚至让大清国威弘扬海外 令万邦臣服 这倒也是 灯大哥抓到了军政实权之后 就再没有什么牵制了 只要大局既定 要恢复我们汉人的江山 就易如反掌了 皇上 八大亲王和众官员 已在殿内等候 归 来 参见皇上 连礼 谢皇上 各位亲王 从今天开始 各位亲王开始驻朕辅政 各位有话不妨直言 皇上 那老臣便直言了 臣册闻皇上准备攻打回江 为之可有此事 不错 朕确有此意 回部吕斯犯境 一日不除 一日就是心腹大患 皇上 以老臣之见治国之道 必想安内 然后攘外 只求建功立业 只会虚耗国库 并非臣民之福啊 臣一同 现在黄河水患频繁 灾情仍然告急 希望皇上三思啊 朕倒觉得治国之道 既要安内 亦要攘外 回江一直是先帝的心腹大患 朕出兵平乱 为的是巩固大清的基业 免受外族入侵 要知道 历代王朝由盛转衰 皆是因外族犯境 以致国事日渐积弱 至于华东的水患 朕早已安排钦差 协助赈灾 绝无怠慢 敢问皇上 此次出兵胜算如何呢 若胜算不足 不但不能收复回民 还损兵折价 有损我大清的威信 让外伍得意忘形 趁势入侵 与我大清有何弊役而言呢 回部日渐猖獗 目无尊上 一日不出 只是姑息养奸 大家可曾记得 当年康熙爷 屡四清征准戈尔 为得一世大清的福祉 朕所做的 不过是效法 当年康熙爷的文质武功 如果各位亲王 觉得朕是做错 岂非一指康熙爷 为糊涂之辈 果真如此 朕也无话可说 老臣不敢 康熙爷闻他武略 开国至今无人能及 老臣怎敢辱莫康熙爷呀 朕当然也明白 在座的各位亲王中 有不少是骁勇善战 精通兵法的将才 一定也同意朕的说法 对 对对对 出兵之事 就此决定 朝中之事 往后还要倚仗 各位亲王共同会商 只要各位亲王 同心协力 助理朕治理国家 一定为大清知福 臣临致 辉政君 大清知福 当官人过家 大清知福 大清知福